各位回东京吧 复黄之右喜和三弟 复黄之右喜和三弟 哈喽我是姜明哥 今天聊一部中老年国马里苏宫斗历史证据 大宋宫词 我知道有部剧叫大明宫词 因为故事背景在唐朝大明宫 那请问大宋宫是什么鬼啊 你们不会以为大明宫词讲的是明朝的故事吧 那万一这部剧火了 将来拍明朝的续集 按照这个起名的逻辑 剧名不又得叫大明宫词吗 等等 北宋初年又奉天灾不断 这叫什么话 你可以这样说 北宋初年名声凋敝 百废戴心又奉天灾不断 诶 原来秦王就住在皇帝隔壁啊 那你还敢在眼皮底下造反 亏你还想得出用飞个传书 鸽子飞来飞去的 难道皇帝听不见吗 我信你个鬼啊 不到半级就打脸了 若非此次待遍出征 即便立位太子 将来在朝堂之上也满意负重 不仅是个心机boy 这部剧的难以后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极品渣男 老婆在地震的生死罐头 生下一个皇子 祝他文文的登上太子之位 他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 直到这小孩死在出生里上 他都没有抱过自己的亲儿子 俗话说红花还要绿叶配 渣男还等绿茶配 新极客见绿茶女第一面 就要带她去离红国 绿茶一听 日本是个好地方啊 就跟着去了 拖 绿茶所到之处 那叫一个片瓦无存 他走到哪里 灾难就跟到哪里 他向老太太招一招手 专业之间 老太太就被辽军杀死 他抱一抱小王子 小王子就被刺客拿到捅死了 再算上他自己流产而死的孩子 第一集他就带走了三条人民 第三集更厉害 把亲王整个家族一过端 你可能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典型的专业害人精 不管在勤场还是职场 竟然都能左右逢源 连皇帝遇迟针灸都毒不死他 女主为何能横行无忌 大杀四方 看看对手的智商你就懂了 那真叫全员智障啊 这皇孙见证哭成这样 莫非有什么不祥智障啊 哎 你这个皇帝怎么当的 牺牲的婴儿不哭反而还冲你笑 你不觉得那才是你该担心的是吗 没准那就是王国的征兆呢 连皇帝智商都这么拉胯 其他人物的智商上限也就肉眼可见了 秦王造反的阴谋败露 是因为女主高密 临死前还说她心地善良 香王妃也是 唯一的孩子都被绿茶害死了 还帮她求情 你最大的靠山不就是皇孙吗 是你大黄领头 你还帮你的头号死敌求情 这部剧的槽点实在太多 今天主要聊了剧情跟人设问题 下次谈一段剪辑的毛病 喜欢本期视频就请一键三连吧 谢谢大家